很重要喔 你不要小看什麼事 有人說這個還不簡單嗎 你想起來很簡單 事實上很不簡單 說通話很簡單 寫個書的時候你可以寫得很長 有沒有問題 趕快問喔 趕快問喔 我不要再講心了 應該剩下二三十分鐘 有問題 趕快問 問關於我們要寫的科技部計畫社 因為 科技部計畫 我的聊天 十二月底之前要提出 所以我們這個月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做這個事 我們在下個月 十二月按殺在台大 我們還會有個研討會 那時候大家計畫要提出來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錄影 我希望錄好以後 把產品每一個要起計畫的人 讓他們好好想一想 我在把 剛開始上課的時候 講一次 那個講話來講一次 上一次 我們提計畫是全體共骨 為什麼 因為 我並沒有限制大家怎麼寫 尊重大家的意思 結果 八仙過海個血神通 神通的結果是全體共骨 我們 那個時候也沒有科學資訊的基礎 也沒有告訴大家 研究策略 大的方向也沒有 這一次提這個計畫的時候 請你千萬注意 今天是特別針對這個計畫寫的 這樣的 因為後面我們很清楚的告訴你 這個大人就是很透 它的應額是 辱家能力跟道德的結構 這個結構可以展現在 生活裡面很多很多層面 展現出不同的經驗現象 你關注哪個經驗現象 都可以 愛總學都可以 請注意到這個時候 然後 你不要忘掉的事情 我們 在講的演講的 一直跟你講 並沒有要你把你熟悉的希望的人 去掉 沒有 而是要你以希望的人 作為對話對象 他來解釋 你關注經驗現象 以及你將來要提出的一個 新的解釋系統 兩個東西競爭 然後你請注意 我們今天所講的這個 整個科學追學 當後面的實用主義 你必須要能力提出一個 新的概念系統 來解釋 你所關注的 這個經驗現象 天底下沒有新鮮的經驗現象 只有新鮮的系統 你請注意 最後 我們所講的Fairband的概念 大家回想上一次Fairband 所說的概念 你必須要信心 相信這個新的解釋系統 這個新的研究傳統 是可接受的 是assentable的 它是我 值得我去追求的 在我現在所提出來的這個理論 我所要揭露這個理論 跟我要做經驗現象之間 我可以把它連合在一起 我有信心 可以透過這個心中把它連在一起 請注意這個信仰 請注意這個信仰 然後請注意 然後請注意 我們今天在講 刀的整個研究傳統 它所提供的一個科學之學基礎 換一句話講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 這一次 大家 再 提出給 科技部的這個計畫 它要一個主題 要一個科學之學基礎 補足 補足善事 我們 整個新計畫的補足 我希望 我們做到這一點 我們還有時間 有一些相關的著作 前面所講的那些基礎 我已經傳給 廢魚 你的名字叫什麼 廢魚 胡廢魚 廢魚 麻煩你再傳給大家 盡量傳給大家 盡量傳給大家 我傳了五篇電腦給他 大家可以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還不輸全部 因為傳給大家太多 會把你搞拖廢的話 我從頭看你要 需要想拖廢 我再傳太多 因為我的文章其實非常多 相關問題我想了很久 而且一直在製造中 不要傳太多 把你看拖廢的話 我那最基本的幾篇 你們先看 如果你覺得不夠 我現在還在做什麼東西 再告訴我 我還在傳其他人 那幾次看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趕快來問 張先生有沒有問題 好 我問一個問題 另外關心老師講的那個 自信的問題 剛你做了一個很好的整合 就是說朱喜跟隆格 他們都在研究自信 然後一直追到他們研究的結果 那個隆格就是發現了這個 集體潛意識 那朱喜好像沒有到 朱喜研究 就是老師講到說 他是意識 意識主導自信 然後這個意識會傳入個人的潛意識 但是朱喜沒有發現什麼 集體潛意識 因為他的對象更多精神病患 你們千萬注意個事情 容可他 從他年輕 他的關注對象最精神病患 所以很明顯他就要注意到幾幾的事情 在潛意識的問題 跟他所謂的一樣 可是我們過去 王陽武武跟朱喜都不是在做精神治療 所以他根本沒有可能去懷疑潛意識的問題 潛意識問題 潛意識問題既然中華 可是這是他說不出來的 所以你要注意 每個人 他的不同氣勢問題 他們不同觀眾 在關注他問題 可是他覺得他不一樣 所以 這裡面就有所謂的 所以你光只看朱喜 講不出給所有人來 一定要把總格的東西弄進來才辦法 然後你再注意一個事 這一部分 我在寫林耀聖難題的時候 我寫了 那個文章我已經寫了 很快明天我就可以傳給大家 我說剛才我講的這一部分 林耀聖也提了很好的問題 他寫 我回答他 兩個問題 我兩朋友來我一起回答 就寫這個 講心性心理學 就想什麼 我這個弄完以後很快給你 你們要記得催我 如果沒有說到你要記得催我 這是林耀聖難題 我一直想成功 我還忘了還有一個 林耀聖 林耀聖他這兩朋友很棒 我會先給你 因為林耀聖這個問題 我寫完之後我就忘了 那還在我腦子邊轉轉轉 我記得比較清楚 他還寫了兩篇很棒 有沒有其他問題 他是談這個 我自己這個 這個自信在這裡辦的重要 那極力體會是跟文化的關係 我這裡帶著那篇寫 我會傳給大家看 老師 所以這個 朱熹跟王陽明 他們已經 就是本土心理學裡面 已經把朱熹跟王陽明的整合成為一個 心性的心理學 心性心理學 我裡面最有心性心理學 但是這個心性心理學 假如沒有融合的集體潛力式來做為那個 林耀聖的話 根本沒有辦法 而且還更重要 如果沒有我的自我漫頭的摸起 那三個人 根本整合不起來 沒有辦法整在一起 所以這整個東西 心性心理學之所以 可以去跟西方的主流的學術 去進行對話 其實所謂的對話 你一定要自我漫頭的摸起 老師我剛剛聽懂了 你的所謂對話 其實就是去跟他們抗衡 對對對 一定會做 就是要去跟他們抗衡 我跟你們再講更清楚一點 如果沒有用自我的漫頭的模型 你們等讀了那個 林耀聖難題之後 你馬上會發現這一點 如果沒有自我的漫頭的模型 他們三個人根本整合不起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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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講更清楚 如果沒有自我的漫頭的模型的話 他們三個人根本整合不起來 所以你看到林耀聖難題以後 你會發現 欸 是自我漫頭的最好用 你不要忘了 自我的漫頭的模型 就是在講自信 我再跟你講更清楚一點 那個榮格 他 開始探索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就發現奇怪 整個他的精神病人 沒適合畫的時候 都在畫圓圈 或者畫瘋型 然後他就自己開始畫 然後他不知道那個什麼意思 他每天畫 他每天畫 畫到最後 他畫了一個圖 欸奇怪 怎麼這麼像 中國的castle 中國的城堡 其實是坦城 就是那個mander 他不知道那是mander 正好在這個時候 我以前記給他一種書 就是太精華藥匙 太子馬公主 他一看以後 大吃一驚 他根本就說 跟他們的煉丹術 欸 我們的煉 我們煉丹 他的煉丹術 他的煉丹術 一模一樣 你知道嗎 中國人搞的煉丹術 跟他的煉丹術 是一樣的東西 他才開的法輪大物 都是在提煉自信 有沒問題 有沒問題 這個對他整個素心的探長 幫忙非常大 有沒問題 有沒問題 請注意這個東西 然後 很有趣的事 我在看朱熹隊語錄裡面 他也談到外交人員 他也談到同樣東西 他也談到潛意識 為什麼 因為他思考之外 根本不是精神病患 注意這個 然後 你千萬注意 榮格在他的著作中 畫了很多的 曼陀羅模型 非常多 他的畫法跟我們的畫法 完全不一樣 我說那是西方文化裡面的曼陀羅 不是我們文化裡面的曼陀羅 他都是三角形 方形三角形 他自己畫了很多的曼陀羅 你不要忘掉 不是我們這一類 不是我們這一類 有沒問題 我上次好像也秀給大家看 他那個曼陀羅模型的形狀 很多是跟紀錄教有關的 老師為了上過那個榮格的課 一點點 他榮格那個煉金術 剛剛他提到那個煉金術 是吧 然後他們有特別去討論 怡情跟凡怡情 怡情 怡情跟凡怡情的議題 對 對 然後我很靠奇說 跟我們的朱熹還有王民 他們怎麼樣去解釋這方面 朱熹跟王民沒有 在生產的種東西 可是榮格有談到這些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他注意到很多精神病患 在表達他們的問題的時候 不是用文字 是用符號 心魔 因為我們做夢的時候 我們夢到的東西 不一定是文字 它可能是很先佛的一些符號 他注意到 奇怪 那個煉丹書跟煉金術 講的都是心魔 心魔的人 所以你不要忘掉 在講那個自我曼陀羅模型的時候 榮格跟他的助理 幫他寫他製造的助理 這寫 人類跟他的象徵符號 就講這個 因為我們各種不同的文化裡面 我們事實上都用象徵符號在表達 我們很多 潛意識裡面那個生存東西 即使在還沒有文字之前 我們都已經用象徵符號 那練 煉丹書跟煉金術都一樣 都象徵符號 那個 煉丹 我們那個丹乳啊 其實把身體 想成一個火爐 也就是象徵符號 這跟他們煉金術是一樣的道理 有沒有其他問題 你們有興趣 你們有興趣 你們可以看那個榮格的自傳 榮格自傳 有中文一本 有 意的不好 因為他沒有念通 所以就把很多的專有文字 執意 執意的話 你就讀起來的話 很多東西你會卡住 可是老師 這是我歡迎的時候的一個難題 老師抱歉 上課的時候 他有提到說 他有提到說 其實這個動力 改變一個人的那個動力非常的大 對 非常大 非常大 這個 那個動力很大 所以我很好奇說 如果我們中國的這個也可以 一樣 一樣可以做治療 所以你要了解 你把榮格這個心理學 弄通 以後 他本身就是治療效果 因為榮格他就發現 就是說你畫自信 思考你自己 反思自信 本身就有療癒效果 有沒有問題 我再跟你講更清楚一點 就是說 光子化那個坦誠啊 曼陀羅啊 本身就有治療效果 那就是說讓你反思你自己 我 你現在想想看 你想你的知識 想你的智慧 想你過去的經驗 想你過去那些幾個重要成分 想你現在的 熟悉的性立場 本身就有治療效果 你知道嗎 然後 我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該怎麼做最合物的智慧 對 這個就有治療效果 對不對 所以榮格他說 你畫那個東西 他後來才了解說 為什麼那個精神不用都在畫那個玩意 注意這個 有沒有其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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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你就是在前面有提到那個 我們的文化會隨著時間改變嗎 對 那這樣子改變有可能是因為文化的交會啊 產生新的一些現象 對 那這樣新的現象可能會是新的經驗問題嗎 不一定 因為我們有很多對人類基本存在最根本的問題 那是一直在那樣的 那你現在想一個問題 對人類存在最會使你發生問題的會讓你覺得很奇怪 怎麼是這個樣子的 是什麼問題 關於自己的問題 你知道嗎 我是拿來的 今天我怎麼會有這個處境 我怎麼會遭遇到這些問題 我怎麼會遭遇到這些問題 我怎麼會這樣 就是這些問題 所以 那種國外 話半天做這個問題吧 有沒有問題 就是 你現在想一個問題 我前面不是講那個 柏洛糊塗火塘嗎 蓋兩百年 那時代根本沒有什麼先進的儀器設備 機器都沒有 用手這樣敲 一個人工作時間最多三十年 蓋兩百年要七代 什麼力量會把這一群人聚在一起 蓋了那麼大一個魔塔 這樣你們有機會到那個 到那個印尼去 我建議你們去看那個魔塔 真的是非常龐大 它跟那個中國的萬里城城一樣 世界七大集之一 不曉得為什麼蓋那個東西 把自己 一個說 不管你那個魔塔怎麼改變 不管那個魔塔怎麼改變 那些永恆的謎題 就是 你怎麼來的 每一個宗教都要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那個自信問題 是最根本的問題 你的自信 你怎麼會這個樣子 你的造語怎麼會這個樣子 最根本的問題 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各種不同的世界觀 基督教 國教 魯家 都在針對這個問題提答案 那他答案也不是一個面向而已 不是全部 不是全部 老師你剛剛說 你的遭遇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或我的遭遇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提問這個大災混 對 那你說都是跟自信有關係 對 我剛剛的頭腦裡面其實直覺跳出 今世我的遭遇為什麼是這樣 我其實剛才有跳出來因果兩個字 因果也是自信 也可以套自信的東西嗎 是 那您會怎麼解釋 這個因果 在佛教裡面有時候叫因緣 那佛教的時候 人家緣起性空 對 那他的意思就是 因 是你可以操控的 因 是我沒辦法操控的 聽不懂 比方說 我今天要跟誰 我要跟誰結婚 然後哪個人喜歡我 哪個人不喜歡我 這是緣 我們也知道 你要不要做什麼 你不知道啊 可是 我要不要追求你 我要不要追求我一個人 我要不要 把你娶到我家 這是因啊 這是你自己的因緣問題 你可以操控的是你的因 對 啊 你動這個因的時候 是不是善因就是關鍵 你可能不是出自你的善心 可能根本是出自惡心 也說不定 別有所徒 別有所徒啊 做很多事情就是佛教講的是 眾善因得善果 緣都沒辦法 緣那個很多 很多因緣都在一起的 所以佛教只能告訴你 因最重要 千萬七十一句話 叫菩薩眾因 眾生眾果 心裡有菩薩的人 他重視的是因 你自己做什麼事情的因 一般人他只說是 啊 我有什麼結果 只想要結構而已 只想要好看而已 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大家可能想要好看 就想要好看 但是 佛 菩薩 造的是因 因為 心裡有佛的人 他是 最重要 我做這個事情 我不要去造惡因 心有善能有道德 道德在你心裡 聽得懂嗎 所以 所以佛教裡面那個很重要的感覺 叫菩薩眾因 眾生眾果 一般人給他覺得 喔 我最好不要倒霉 那個已經 不是 不是佛教的上層了 這樣嗎 我好像不能佛教主了 有沒有問題 這個很重要 不是看一下 我們在講心理治療的時候 最需要搞清楚 智慧嘛 自己 連這個智慧都沒有 一天到晚 這二次 你就想 心裡健康 不可能的事情 聽到嗎 有沒有其他問題 所以很多東西 他就是佛 辱佛相通的 但那個西方 西方理論在這裡 他無能為力 西方 西方他不會這樣講 這是道德教討 西方哪意思 這是道德教討 這是很重要的 做人原則 老師 您分享比較多的是 您跟西方主流學術 就是個人主義 就是那個 那個觀點的 對話的東西 那您跟佛教對話的 那個經驗是什麼呢 因為很多經驗 空的不是跟佛教對話嗎 對啊 剛剛就講 菩薩眾因 眾生眾福 那麼 在形成對比的話 您會覺得 跟西方的個人主義 對話比較有趣 或者是容易 還是跟佛教的 無我的東西對話 就是用獨家的東西 您們一定要做一個事情 西方個人主義 已經窮途末路了 窮途末路 而且現在你們 整個系統散敗 您千萬注意 像美國現在參圖 大學 它其實就是最重要的一個系統 你不是開玩笑 這個時代已經到它 要逆轉的時代了 因為你剛剛在這個 從啟蒙運動開始 從工業革命以後 西方個人主義 一直擴散 一直擴散 它很炮火 非常 事實上膛大 可是 無惡不作 你看現在我們世界的問題 都是西方個人主義 你們造出來的 為什麼無惡不作 因為上帝已死 因為你要了解 西方這個整個道德體系 它義務論的道德 最重要主張者是康德 那個專家型一定懂 那康德 他這招出來以後 他的道德是建立在 有上帝的預設上的 那你更忘掉 有上帝這樣的預設 在你採出來 告訴你上帝死掉了 他不是在你內心 他是外在的 所以 你希望這樣一種 靠外在力量的一種 宗教 不可能就差 不可能就差 然後你注意 佛教 跟儒家 道家 都是靠你內心 他的道德不在外面 比方說我剛剛講 德大眾人 眾人眾人 就是在你內心 不是在外面 內心的宗教 他將來一定起來 而且一定取代西方這一套 有很多人不懂 哇 西方好了不起喔 那個是胡扯 因為已經緩柔了 你看我 你注意看川普就是最好的事情 他已經 他發現過去這樣 是到處擴張 你注意看那個 菲律賓那個總統 杜德廷罵歐巴馬 這表是癢的 你們來 你菲律賓殺多少人 你還敢講話 他在菲律賓殖民就說 超多少人 你去注意看 他罵他罵得很兇 結果歐巴馬 艾倫巴 一直屁都不敢話 那告訴你 他已經到這個 應者的時候 可是你注意 現在好多國家都擺了 美國當中是救世主 CIA做到壞事 我跟妳講 無惡不做 我跟妳講 所以他現在已經到 台灣現在是正在這個風頭上 因為那個執政者 逃口一趴大海的 無礦物 看不懂 所以我們台灣現在會 兩面交假 政治上也找到出路 經濟上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那個TPP啊 太平貿易一定 這個我們沒辦法加入 你完了 經濟看你怎麼辦 你看 那個呆呆的南向政策 南向政策你找誰啊 你連貨利賓都轉向 看你轉是找誰 那個沒大腦 我跟妳講 我從小妳可以看大腦 這樣 好了 這個不要弄 不要弄 不要弄 不要弄其他問題 不過我要告訴你 這個道理 它其實已經當作 全能轉向的時候 全能轉向 一定要我們提出 新的理論來解釋 這句話 為什麼要問一個大哉問的問題 就是說 我覺得西方那個 基督教他提倡愛這個議題啊 提倡愛這個議題 我覺得他影響很多 當然 很大 那我很好奇說 在佛教會怎麼解釋愛這件 愛 對 如果說可以把它 就像老師說的 用一些語言 把它表達出來 我覺得一定很讚 這個下一次叫那個 叫月經東 或者叫 當然是 真的好嗎 因為我就很好奇 因為我覺得 他那部分是很令人感動 對 如果說我們佛教這邊 好像比較感動 我跟你講更清楚一點 各位請注意個事兒 請注意個事兒 儒家 跟佛家的關係 你一定要注意 佛家其實是中國跟佛家結合 對 然後你要談愛 這個 魯家講這個 關係 對 然後你請注意個事情 未來的世界 這個 魯家一定跟佛家結合 而且 真的可以出家的是少之又少 不會很多的 你注意看那個佛工生 心靈法是跟你講得很清楚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出家的 你沒有出家性格 你不要出家 他說 一個人進來 他說 我一看就知道這個人 能不能出家 不能出家 要不然你趕快找個男朋友 結婚好了 他說 我看你是不能出家的 他說 我要的這個土地 一定可以出家的 你心靈法 他可以講得很清楚 所以 未來他的世界一定是 魯家跟佛家結合以後 建構出像佛光山那樣的一種世界 這種世界是 禮運大同文篇裡面所講的大同世界 一般人做不到 一般人只能在小航世界裡 只能在滾滾的紅塵裡面打滾 這樣嗎 這沒考 可是佛教那個世界真的是大同世界 那個少數人可以在這裡面活 這個 這個看能怎麼解釋 我的看法是這個樣子 未來已經走這個方向 因為你想 現在科技一來又發達又發達 不是生產的問題啊 現在很多生產 全部用機械人可以做 你的很多勞務會被取代掉 將來很多大學生畢業 根本找不到工作 我可以講 沒有辦法 你再大的天才都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怎麼辦 那你一定要一些人 我就做所有的服務 那一樣可以活得很好 活得很快 他將來做一定是這個樣子 希望像過去那種 18、19歲往外擴張 帝國主義、自能主義 他已經全途末路 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以前 非修我就怕沒有發展出核主義 因為中共發展出核主義 他說對啦 我知道你的核主義可以把我消滅一次 可是 我可以保證 我可以消滅一次 你要補的試試看 你可以消滅我N字 沒有關係 我消滅一次就可以了 你還是不敢動 動了吧 中共那些 我說我的核主義 我可以保證 可以消滅你一次 你消滅我N字 我知道沒有 所以 這個大家都不敢用 不敢用的時候你就要思考 在這種權力解錄之下 只要保持平衡 人類必須自然反正保持平衡 有沒有其他問題 這也是大災問 對對對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要了解 過去那個帝國主義那種 無限擴張時代已經過去了 不可能了 不可能的 而且很多我們政治中 那個老代還想不清楚 你就拿他沒辦法 慢慢讓他去吃苦 好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趕快問了 有問題 多個研究計畫 少問這種大災問 這個大災問 這個打起來 也很有趣 也是人的經驗現象 有沒有其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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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啊 還剩下五分鐘喔 到好嗎 還有五分鐘 對 有問題有話問 大家都不問的話 會不會有事 如果有幾分鐘 我幫你講 一個 營養 通常 壞 是不是 我會 可能